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英台直播环节 我是蔡美琦 先和大家跟进上证方面的最新表现 上证正在升4点 今天来说高开暂时只是高开2点 开在3653点 现时这一刻继续向上 升幅不算太多 升5点 报3656点 深证城市升11点 最新报13150点 背心300指数 升7点 报3884点 创业版纸升3点 最新报2843点 和大家看看A股方面的情况 有我们研究部的经理籍 要快 Stanley和我们聊一聊 Stanley早晨 你好 先和你看看A股方面的表现 最近A股方面的相关消息 亦是聚焦在中国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 消息出了 五大任务都有 但似乎对于内地股市的刺激性 就不是太多 始终都是一些方向性的政策 没有什么实质的配套出台 变上A股方面 整个气氛来说 都没有太大的震兴 接下来A股方面的走势 又会不会能够持续万牛这个格局 剩下的日子不多 又如何预示呢 其实我刚刚说A股之前 不如都可以看看港股 因为都突然升到200多点上来 这个现场都挺有趣的 因为其实你见A股今天都没有动过 都是打个和 但港股反而又升得那么厉害 都有一些有点奇怪 不过刚刚想说港股先 因为我看很多股份 基本上似乎都是蓝筹股比较好些 其他很多股份似乎又不是很动 而且可能成交量又不大 所以你说这一下 虽然说夹上22000 记不记得稳呢 大家可能再看看 节目完之前 这次完之前 再跟大家再跟进一下 但是 纯粹说回A股那边 当然 其实形势又不是很差的 你看回近期的表现都好 基本上都已经 又去到前位 就是3600 78点到这些水平 但是也都这么说 因为内地方面 似乎对于一些消息面 看法就比较重 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时间 就开完工作会议 现在又开了一个城市的会议 基本上那个会议 就说停了好像三十多年没有开过 好像三十多年 一年没有开过 现在又说 现在又开了 都意味着 就是内地方面 可能是一些 叫做城镇化方面也好 甚至乎大家可能这几天 整天想 或者整天炒的一些 叫做内房 或者房地产概念也好 应该还有一些 憧憬 但是 当然 如果你问我对经济的看法 甚至乎 对今次这个观众会议里面 提及到很多 去库存 去刹灵各成 我觉得这些是一个 当然这些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还有 其实是要做的 但问题就是 做不做到呢 我都有这个 就是抱着这个疑问 所以你又从事以A壶的状况来看 那没有的 就是跟着这些消息 可能寧愿都会 就是有一些 叫做冲警 炒上去 还有都没有忘记 内地现在都有一些 就是 叫做近年尾 甚至乎 也都可能 那个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 也都不排除 可能有一些 降息 降准这些 叫做冲警 所以暂时来看 我想上重置 还有机会 可能会再 再冲高 就是之前提升到 可能说 就是3600 70几点 这些位置的水平 甚至乎再乐观些 可能大概是3700 这些位置 但是能不能再冲上去 我自己有些保留 所以暂时来说 你可以说 大市 就是A股那边 势头不差 但是似乎再升的空间 反而现在来说 我觉得是有限 好 看完就是 刚才讲到 就是港股方面的情况 格管就是美股方面高收 大量度行指方面 都能够高开39点 在21869点开市 国企指数 就开在9754点 升23点 但见到现时 现在行指方面 越升越有 升186点 其指方面 更加升204点 国企指数方面 升幅不算太多 暂时来说 升94点报 9826点 港股方面的情况 照计成交量方面 昨天开始 其实都已经开始 成交又缩减了 是啊 今天来说 市市更加淡静 明天更加剩下半日市 在偏正的市况下 其实又有些什么焦点呢 见到今天来说 似乎 指数又可能 会不会再夹上去呢 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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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是22000 跌不下 但是 又真的没有特别的消息 我刚刚不断在禁止股份 你又见到 当然 现在似乎升的股份量 是多些的 是 但是似乎 在蓝筹股 比较上 比较三眼一点 我想 我也认同 你的成交量方面 现在都 真的只有60多亿 其实你说 如果以昨天来计算 昨天来说 昨天上半周的成交量 大概是280亿左右 现在60亿好像又多一些 就是 你说有没有一些 大家常常在期待的 一些 分析相处的活动 可能不排除 可能在做 我想可能有少少的因素 但是 始终也是那句 你说 现在 其实港股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利好的消息 可以导致到 或者导致到 可能有个 比较好的表现 基本上 真的比较困难 因为 事实上 都是强调的 你说 现在港股 都是要看两方面 最主要是看A股的因素 以及就是说 人民币会价的走势 但是这两方面 我自己的看法 是下年来说 都审慎一些 就是 未至于说真的 那么乐观 所以 如果你是以大事本身 虽然到今天 是 好三万 也冲破了 二万二 那你究竟是 分析昌存的效应 还是说 其他可能是 一些衍生根据的因素 这个大家再观望一下 但是 至于可以说 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 大家都是 一到五个月一整 现在这些市场 我反而觉得 有货的 如果有些 大价的股份 就先拿着 但是 如果本身 现在要追货的话 我就不要建议 是啊 昨天来说 全日的大力成交 有482亿多 超过10个月最低的水平 今天会不会再创纪录呢 要再和大家跟进 不过发现 近期来说 市况比较淡静 发现一些小价股 炒风也挺次热的 昨天来算了 30只股份 升幅都达到双位数字 当中要说 比较出众一点的表现 有261 就是中建置地 都有埋盘的消息 昨天来说 升了7成 成交方面当然激增 今天仍然有得升 现在这一刻 261 升的是1成5 做的是3,9 其实怎么看这些 世界股炒风 现时这只股份 还有没有上网空间 其实风险都挺高 如果你说这一只 可能你给了4个字 时间 这4几分钟都不够 很有研究 是吗 有少少 只可以说 简单来说 公司本身昨天有消息 就是说 有一间内地的A股上市公司 是 打算 就是打算 用12亿 入股 就是这个数 大家先拿一个 Iberia 12亿 它是想拿一个控股权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它大概是用12亿 打算入控股权 就是拿三成的股份 这个就是这一单 就是这一单交易 或者令到股价上升的原因之一 就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这样计算一下 现在公司的市值 那你用回那个 现在的 叫做总法行股数 大概是九百多亿 股了 计算一下 现在的市值大概是三十多 我不知 差不多成四十几亿 那你计算一下 我计算一下 我计算一下12亿 你说要入股的话 你现在拿的股份 你不够三成 所以变成 你说现在 它的价升到四千 那 还拼不拼呢 大家自己想 但是只可以说 这些世界股这一段时间 真的股价又比较 就是波数比较大 可能市场比较淡 所以变成 你说现在 大家都可能 就是这些消息 而且你说 如果假设 那间公司入股的话 真的对公司 可能有一些冲净 因为那间公司 都是一些 比较大型的企业 但是现在 都没有成事 所以你说现在 都是炒的 而且你看看 这间公司的往迹 在上年的十二月 即是四年十二月 其实公司也有一些 曾经有一些消息 都是说过去的 叫做以往的母公司 即138 都是想减持 当时 可能市股是五成多 现在只剩下五成 你看到 138都有一个 可能是减持的部署 但是 这次能不能成功买盘 我想变数上是很多 所以 这些股份 我就不建议大家考虑 虽然说市房 市房淡静的时间 你说这些股份 都可以短刷一下 但是 升到现在这些水平 升到那么多之后 你已经再追的话 我又不建议 是的 究竟相关的央企 会不会入股 这个都要大家留意 整个成家 或者相关消息的结果 谢谢你 Stanley 剩下时间和大家 上边跟进一下 南筹股方面的开市幕 最新表现 好 看到汇控现在升5毫半 指报61.6毫半 中移动升1毫 报88.4毫半 建行升5先 工商银行升4先 中国银行升2先 港交所报201.4 升4 至于国首方面 最新报25.6毫半 升4毫 有邦保险升5毫 腾讯控股报152.2 升1% 金沙中国 反弹超过1% 报25.9毫半 长和和新地方面 升1% 减资九龙仓方面 升超过1.5% 报43.5 中海外26.8毫半 无升跌 华允之地 升5先报22.3毫半 油价方面 柳其油方面 稍微有反弹 看到石油石化股方面 都靠稳 中海油和中石油 都升超过1% 中石化升近2% 报4.72 捆轮能源升超过1% 中国神华升近2% 报12.14 和你做新报 Sanny 刚才提及过股份 又或者是指数的相关资产 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轮值安的环节 再次回到轮值安的环节 再次回到轮值安的环节